我叫陈霄杜婉杰 欢迎收看陈霄八一八 我的男神男朋友 主角是个妹子 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你确定姑娘让我纯这个 开心吗 嗯 这双充满妈妈味道的胶鞋 是这么来的 那时候 我和她刚在一起不太久 那天下大雨 我鞋子都湿了 坐在店里等她 我跟她说 我衣服鞋子都湿了 等她来的时候 推开店门 手里拎着鞋盒 我心里想着 太贴心了 我一点都没瞎眼 真会找男的 我还一嘴矫情说着 不要嘛 人都在这里换鞋子 不太好 我推脱了几个回合 男神说 你是不是有脚臭 没办法 只能换了 我都没想到 男神给我换鞋 那种感觉 好害羞 她拿出去喝 我还以为 给我买了鞋 打开鞋盒 突然感觉不对劲 我的天 那是一双雨鞋 姨妈红的那种石榴红 里面 还有鲍丸 男神 半蹲在地上 傻傻的对我笑 和我妈的脚马一样 哦 是阿姨的鞋 我努力睁大眼睛 不让眼泪流出来 哪怕真是双胶鞋 你要瞒着我 说是你十条大街 跑了遍 才抢到这一双 唉 你们能想象一下 穿着丝袜 小裙子 脚踩胶鞋的美少女 在外面 瞎逛了一天的即逝感吗 就是这样 她 第一次送我东西 虽然最好 她妈发现鞋子不见了 她又把鞋子要了回去 她以为我很喜欢 作为新年礼物 男神亲自去菜市场里面的巷子挑选的 于是 就有了开头那么 至于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那是因为一场事故 才认识男神的 后来经常一起第五 就慢慢喜欢上他了 有次上课 我屎憋不住了 肚子一直刺激我的大脑神经 我因为跑得匆忙 也没带纸 我该怎么办 难道蹲着和一堆屎 思考人生 我当时心里有个小人说 捅了有纸啊 擦了赶紧跑 跑了赶紧洗手 没事的 我还是下不去手 就在厕所里叫救命 因为上课 基本上应该没人知道 有个漂亮的小妹妹 在厕所里没纸 已经蹲到腿发抖了 感觉下一秒 一屁股能坐到空里去 这时候 男神出现了 点播关注 方志迷路 有投稿的小凯 随时欢迎